阿菲林波网非得早餐 我是谭德龙 来民国113年 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 7点钟的时段早餐 读书会的单元 长时间会听非得早餐的 都知道我坚持在 每个星期的 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 我放一个所谓的读书会 无非希望建议引导 也强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培养了阅读的习惯 阅读的情绪 第二个阅读并不是 单纯的开卷有益 这么简单 现在让你开卷无益 浪费时间的出版品 也很多 在出版品的市场里面 其实大家觉得出版没落了 可是在出版市场里面 其实满坑满谷 可以让你的选择 是空前多样的 但是非得早餐 在挑书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 我会挑选的书 绝大部分 大概都会比较专业性的书 然后会有一点阅读门槛的 目的是除了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要有一点点的知识准备 第二个就是说 你读完了之后 我希望你有获得感 读完之后 你会对某个领域的这些事物 你突然间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 完整的或者深刻的 比较新的看法 好 今天我挑的这本书 这本书我要排在礼拜三 也可以 但这本书叫做2030年 世界经济中心在非洲 在节目上面 我尽可能在 安排类似的单元里面 让地球上面的一些 比较冷门的区域的理解 也能够在非得早餐当中 借着访谈 借着出版品能够呈现 不管是巴勒斯坦 不管是中中东 不管是中亚 或者是在一些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到 也平常也不感兴趣 你认为它跟你没啥关系的地方 但其实以今天地球村的 一个角度来讲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发生的事情或者巨大的变化 它不太可能不影响到你 那非洲这么大 非洲以非盟来讲 以五十几个国家 应该五十三五十四个吧 对好这么多的国家 那这么多国家过去 它也是台湾的邦交国 里面的邦交国库 主要的呢都都在非洲 可是非洲现在都已经断的差不多了 现在呢在在非洲呢 咱们也就剩剩一个了 好那但是非洲呢 当当台湾慢慢的失去了 对非洲的兴趣或者非洲的影响之后 其实你就忽略了非洲在这些年的变化 这本书的概念就只有一个 就是如果没有非洲 这个世界的经济是没有未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非洲似乎你如果还是 还是沉浸在上个世纪的八零代九九零年代 当好莱坞的这些的明星们 Michael Jackson 然后呢带着这个 Lino Rich等等他们这些人 在唱We are the world 在support的就是呢 Essopia的这个苦难 如果你有在庭头顿的时代 我不能说完完全全都都不对 不过那个差异性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非洲呢现在的人口经济 以及非洲呢也开始慢慢出现了几个经济体 看起来势头是不错的 所以认识非洲的总体的发展 以及非洲的未来性是当下呢 其实不管从一个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的角度或者单纯 作为你的知识储备 避免呢让自己呢对国际事务呢 太过于盲目 那对非洲的认识是有必要呢 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呢 慢慢的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准备 好那这本书 那2030年世界经济中心呢 在非洲 其实它是韩国的现在的出版文化里面呢 会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导览式的 导读式的这种的出版品 那作者呢叫李鸿 李鸿君 那这个原来呢 原来是韩文的出版品 台湾的高宝出版 那出了这个繁体中文版 来为他导读这本书的 也是呢为这本书呢 写推荐人之一 因为我第一次访问他 那他的他的这个这职业呢 我要我要介绍 我要花点时间 让大家认识他一下 Meet Jobs M-E-E-T dot J-O-B-S Meet Jobs 就是你听到就就就是 Meet见面 Jobs工作 他是一个一个跨境的 跨国的猎人才的平台 的CEO也是创办人 林长玉在我们现在 欢迎 向龙大哥您好 还有这个正在听 非得早餐的听众们 我平常是在听的 而且现在让我讲 其实坦白说蛮紧张的 我会觉得你讲 你的名字是三个字 我都念对嘛 对不对 临长玉 OK好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 我在看到 看到为这本书写推荐人 里面沈云聪 我很熟的 是我的是我的固定来宾 但是当我看到你的 你的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对于 我对于猎人头的 我过去认识一些 猎人头的人 可是到了一个 网际网络的时代 到了一个AI的时代 这种的跨境的 猎人头的工作 怎么去进行 我就没啥概念了 是 那你这个Meet Jobs 好我刚刚我刚问了一下 林长玉 林长玉说呢 他们已经成立第九年 第九年 而且看起来 每一年也都还有一些成绩 我是很好奇 就是怎么样的人 会透过你们这样的平台 去 去 去 媒合工作 怎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 如果是以 人才招募 或者是说 这个 这个 人才 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来说 我们比较 付我们钱的 其实是雇主 对 所以 更多的是海外的雇主 台湾的话 其实最为世界上所知的是 IT 就是技术方面 科技方面的人才 我们自己看是说 什么台湾 低薪 或者是说人才不好找 这些的情况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 在 这个全世界的 这个雇主的眼中 我们是 我们好像 被 被一群大野狼盯着 小绵羊一样 人家看我们是垂涎欲滴的 你们是一个 专门盛产 优秀人才的一个地方 对 对 那 他们透过我们是 就是 一开始 我们创业 其实一开始 也是因为 过去自己 也在国外工作过 大概在 30个左右的国家 有工作 有读书过 你说你 对 大部分是出差 大部分是出差 就看了一些不少 也包括非洲 待会可以多提到一些 对 所以当时 所以你也在非洲待过 有待过 对 OK 好 待会问你 当时我跟我的 这个创业的合伙人 就说 那我们就 反正也是 其实那个时候 是从国外回来 然后想说 接下来是不是 又要出国去找工作了 那么写个网站 然后开始找这些 网路上的资讯 慢慢的就 好像 稍微有点名气 我想台湾人可能 因为这个 本来就很向往国外工作 我想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岛 海岛 所以蛮向往 其实对台湾人来讲 出国跟搭飞机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出去的意思 然后 好像 这国外的薪资待遇 好像也比较不错 OK 所以一下子网站 就稍微就还蛮知名的 这是一开始 大概八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才有海外的企业 他真正来接触 我们说 所以你这边还有 蛮不错的网站流量 那你有没有不错的人才 可以推荐给我们 慢慢走到今天 包括疫情期间 有很多 其实是 大家知道 疫情期间 有很多是 我们本来是 你得要 去到那个国家 不管你今天是新加坡 其实日本 还是可能台湾人最 最多搞不好是中国大陆 去面谈 对 但是他现在告诉你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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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面试 你连工作你就不用来 这是疫情期间 你就呢 你就在台湾工作 那可能透过这种 我们说 就有点像海外派遣的方式 你在台湾为 国外的企业工作 这样的人 其实在我们所掌握里面 还蛮多的 尤其疫情以后 很多是回不去了 他基本上 非洲的雇主到还没有 那大部分来自欧美 来自日本 那甚至有来自 我们说像印度 都有 他希望委托一个团队 在台湾 在台湾帮他找人才 在台湾帮他做 对 然后找到以后 就去做 主要是研发的工作 还有一些是 可能大中华区的 市场的工作 所以大部分的 就是台湾以外的企业 或者是雇主 在寻找台湾的人才 大部分是 当然如果有台湾的企业 正在听的话 你们想找 外国的 熟悉海外市场的人才 这个Midjobs也不少 我们用户稍微统计一下 大概来自160个国家 对 160个国家里面 你刚刚讲大部分的企业 跟雇主 这合理了 譬如说大陆 印度 日本 可能有些欧美 也都会有 那有没有一些知名的企业 会透过 就我们比较熟悉的知名企业 是你们的客户的 OK 疫情以前比较多是来自东南亚 像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就是虾皮 虾皮台湾有团队 但虾皮 其实东南亚各国都有团队 它的研发中心 基本上就是在 现在深圳也有了 因为疫情期间 因为它背后是腾讯 基本上就是新加坡跟台湾 OK 然后像是东南亚的Grab 然后像是 我们有一些上市公司 每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客户 像Ring Central 像Splash Top 台湾那个Super Micro 也是我们的客户 好 那当你们 当你们媒合成功了 就企业跟他的人才 媒合成功了之后 那MeJob就抽离了吗 剩下的就他们的事了吗 还是你们有保固服务 我们除了保障期以外 当然 再来就分两个 就是他真的需要 relocate到那边去 然后还有就是说 他是采用我刚刚提到 这种远距的海外派遣的方式 先讲relocation 因为通常 台湾人到外面去工作 工作量你不会没办法适应 工作量通常都比台湾轻松 都比台湾轻松 真正比较难适应 可能是那个社交生活 尤其你去到一些国家 发现六点就下班了 我以前都八九点下班了 六点就下班 好不习惯 我朋友去 我去干些什么事情去 在国外可能常常去看球赛啊 或者是跟朋友在炮酒吧 或者是大家 可以你有自己煮饭的时间 你发现了吗 对 台湾为什么这么多外食 因为我们外食很方便 跟我们可能工时很长 这个搞不好已经互为因果关系了 很多很多地方是没有夜生活的 没错 这是一个relocation的部分 那如果他今天是走跨国派遣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还是在台湾 或者是你选一个 我们的数位游牧很知名嘛 所以你也不一定真的在台湾工作 那前提是你得解决 你说我今天想去普吉岛 想去巴厘岛 想去一个很好度假的地方 去在那边工作 解决签证的问题 应该是可以去安排 那Mitra这边就会协助去帮你去做法规上面咨询 以及如果需要的话 当然这是收费的服务 就是去协助去办理这一部分 好 其实在一个王界网路的时代 在一个虚拟的时代里面 工作 未来的工作会有越来的越多的工作是portable 是可攜带式 就是你不管他是不是在台湾找人 你不见得需要在一个办公室 或者在你家工作 你可以在anywhere 所以你不需要因为说我今天出国 或者我想到别的地方去住 然后我就不要连根拔起 连工作都要换 未必 那这种portable的工作 是未来的工作的主流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年纪 就是在台湾 你看到许多的年轻人 他的上班地点 多半都是早上或者说下午 营业之后的coffee sho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coffee shop里面 许多到了下午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年轻人 在一张桌子里面开开着电脑 他就开一开始做他的工作 这种会是越来越常见的工作形态 那如果你在台湾的离开你家 离开办公室 某coffee shop可以做 你就可以到国外的某个地方 地方做 所以你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那me job 大本他本身作为一个一个跨国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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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才 就说那谋职的一个媒媒合的机构 这个当然对大家来讲 对大部分来讲可能是个是个新观念 不过呢 未来可能是一个主流的观念 他唯一的对手是AI而已 好了在我们的现场的呢 林长玉 他是这个me job的跨境列财平台的CEO 也是那创办人广告回头之后能回到这本书2030年世界经济中心的在非洲为什么进广告回头聊 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那我刚的花了一小段的时间呢 借着今天的早餐读书会呢 我们要导读的这本书2030年世界经济中心在非洲 那这是一本韩文书的繁体中文版 那原原作者呢 是叫李红军 那李红军是谁呢 我就我就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韩国首尔大学的公共行政研究所毕业之后 在美国拿到了MBA 然后在韩国的建国大学或者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专攻韩国企业的海外行销 好但是呢 这这这已经并不是重点了 那这这本因为这本书呢 因为他谈到谈到 他在告诉你就是说呢 现在的非洲经济 他开始慢慢的整合到全球经济体系里面 过去毕竟在一个殖民时代来讲呢 非洲就是一个被殖民的对对象 每一个你现在看到的非洲地图的边边界直线特别多 那你就知道呢 他其实都是列强瓜分之后所遗留下来的 那将来呢 将来还是会有很多的政治问题 在非洲内部是要处理的 但是非洲当他有一个非盟的非盟存在的时候 非洲国家总体来讲 对自己的命运的认知 我觉得那个共识度是还蛮高的 知道非洲必须要团结 好那在我们现场呢 为大家呢 导读这这本书的 那Mejob这个呢 跨境的列财平台的CEO 也是创办人的林长玉 你刚我们回到 回到这这本 第一个就是谈你对对对非洲的认识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2030年的时候 我们我们需要 知道这会是个夸夸张的标题吗 还是你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认为203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呢 在非洲 像王大哥这个高宝来找我写 帮他写推荐序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标题 我其实不认同 我不赞成了 会不会太夸张 因为世界经济中心 这个经济中心 这个世界上能够称为经济中心 或者是我们说 一群人里面有那个中心的 所谓的中心 台风眼嘛 就只有一个才叫台风眼嘛 对不对 所以世界上经济中心 你就勉强说一个 不然两个好了 那你既然你认为非洲是经济中心 这应该跟他竞争的人有很多 他首先得跟他 我们讲他跟他同一梯队的 可能有印度 可能有中东 可能有拉美 先把这些都干掉了 然后再上来 现在我们说现在的中心是谁 你要说在我认为 中心就是如果说谁打喷嚏 全世界都感冒 看起来可能是美国 或者是说特定的时间段里面 因为他的快速成长 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 技术资金等等 那看起来过往的可能二三十年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不要讲潜力了 他都他都表现出来了 从人都吃不饱 到现在都都人人刷手机刷脸 OK 所以我想这本书 他下这个标题的意思 并不是说啊 我们2030就就就就在 在五年多而已 五年多有这么快吗 不可能啊 你说他取代 取代中国取代美国 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辛苦 他说他会不会成为一个 说过往像过往的二三十年的中国大陆这样 然后人才资金技术各方面的 大家看到一个非常成长 非常大的空间涌入 我只能说有机会 一定是吗 未必 事实上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 从那个什么高盛推出一个说法 叫金砖世国开始 因为过去过去的三十年 中国大会改革开放也还是表现得太好了 这是大概是人类史上少见的经济成长 飞快的一个特定区域跟时期 你又能够比你的大概 大概只有美国在开会西部那个时候吧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时间段 可以跟那个那个那个机会比 然后让大家有个想象空间 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人口很多 尤其人口年轻 土地很广大 资源很丰富 而经济发展却还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是不是各个都有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2000年以后 人口破亿的国家 大概都被拿出来谈了一遍 从金砖世国 再谈到我们刚讲的拉美中东到非洲 可是这个我必须要说 这个我个人在写这个序的时候 我让我写这么直白吗 这是我觉得下一个中国大陆 我不会说完全没有 那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他有他天时地利的各种各样 还有包括中国人民族性的条件在里面 这个民族性的条件恐怕不是 因为他是一个 你光一件事情就很难 这什么很难呢 你说东南亚或者说非洲 不好意思 刚向我大概这边提到 非洲是50几个国家 然后超过100多个民族所组成的 中国虽然也号称了56个民族 大概汉族就占90%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生活方式跟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相较之下 你可能更把他 他的发展可能更往欧盟方向去学习 非盟欧盟这样方向去学习 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而你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说 他会整个都会成长为 整个一个非洲都会成长为一个中心 他可能会出现 我们讲他可能会出现像 会不会有出现像非洲里面的法国 非洲里面的德国这样的国家 这个是我们觉得 先回应这个标题 这个部分 好当我相信了 就是读者也不至于的 就是说清纯到 就看了这个标题之后 就有五年以后 就是非洲的经济经济就会大红大紫 不要说跟印度 不要说跟中国 跟这些欧洲国家比 要达到达到东南亚的水水平 都非常不容易 都不容易 东盟的速度太太快了 我说东盟 东盟现在的人口是印度的一半 可是东盟的GDP比印度还多一点 所以以东盟十个国家加起来来讲的 他的人均GDP简单算就是印度的两倍 但是非非洲本身 启发大家去想象这个是OK的 他毕竟绝大部分的非非洲地区都刚从殖民经济里面的走出来 也不过都是二战之后的事 二战以前非洲除了像是埃及 但是勉强算是个独立国国家以外 其他的全都是殖民地 你现在要认识非洲最简单的 其实反而是我经常谈到的 我说你把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按照他们的 他们的就是说贫穷贫穷的程度做一个排名 最后的最后的二十名大概全部都在非洲 是 他他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他的经济仍然是很落后的 他甚至大部分的国家没有办法形成产业体系 还有很多的国家即使你看起来他们是两个邻国 他们之间的经济没有相互的依存度 他们的经济都是对外对遥远的连接 跟他的殖民母国连接的 他不是对他的邻近国家连接的 所以非洲本身在政治上面有相互依存的需要 可是在经济产业上面来讲 他们没有形成他们自己的产业的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 就我们说产业关联度 这个在非非洲大陆里面来讲 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现在非洲有哪一些国家的经济的势头 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我觉得我们刚刚说的 整个非洲是不是成为经济中心 总体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我觉得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看的是 要不投资机会 要不可能还有工作机会 或者是我可能接下来的职场人生在哪边会比较发展 这个我还的确在有一些非洲有些国家遇到一些人 我先谈一个东西 就是像我差不多40岁左右的人 我们小时候像一开始相当大哥提到的 对非洲的印象就是 要不就在饥荒 要不就在打仗 要不就政变 然后大屠杀什么的 没错 你这几年还有听到这样的新闻吗 少很多 少很多 除了最近跟法国在北非的一些的革命以外 在明日 少很多 他是不报了还是真的没有 我可以告诉 我可以告诉 真的少很多 那举个例子 其实我先前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几位也是非洲国家来的同学 其实都非常非常优秀 有加纳来的同学基本上西非洲的教育 像科技管理的相关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讲科技管理相关的题目 这个作业是小弟我出的版本 台湾人这是会读书 我们说真的 你的意思说你书练得不错 他教大毕业的 但有一些像是 我有一个伊索比亚来的同学 他叫Dione Sahu 我们叫Dio 因为他太麻烦了 东非的伊索比亚 不是每个人都会念的 伊索比亚 我们对他 对他的 我认识这个人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什么 是不是逃过饭 很穷 就不是人家很甘瘦 然后随时会饿死在路边 他基本上他考试 我还蛮少赢他的 这个有点意外 我这就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班上也有中国大陆来的同学 也很会念书 我们都很少赢他 后来深入去聊 你根本就是那个嘛 你们国家 他是他 他一属于某个大学里面的讲师 那你都可以教书了 你来这边干嘛 我们一开始以为 故事讲到这边 你以为 我要搬来德国 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要离开我的国家 结果他说 没有 毕业之前大家聊说 你后面要去哪里 他说 没有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建设我的国家 然后欢迎 我觉得我国家很有希望 就以前很穷啊 现在真的是 然后他到现在每年 每年我们同学聚会 问我们说 要不要什么时候来 伊索比亚聚会 我为了一个事 我还特别问过他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COVID那个时候 那个WHO那个主席 叫谭德塞 哪一国来的 可能在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来的 我问他说 诶 这家伙到底是 因为他跟台湾人 土片很讨厌他 嗯 好就是感觉 就觉得他 他挺挺中国 因为因为他在 COVID的起源 跟大陆对有关于 COVID的预防上面 好像呢 从他角度来讲 他他可能认为呢 他是基于专专业 是 那他在 他他认为 中国大陆 已经做得很好 可是在台湾来讲 他觉得你不黑中国 就就基本上面的 就就是跟中国是一挂 他告诉了我 谭德塞的 可惜今天没有很 是时间很详细讲 他其实谭德塞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不是在他们国家 也在全世界公卫领域 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他在非洲也很有名 对 然后我 他跟我讲完 让我觉得很可惜 说哎呀 我们当时那个 不知道是那个什么 是苏贞昌 还是陈时中 你快要邀请谭德塞 来看一看 就我觉得这个 是可以交流的 他是 以一个这种 非洲小国之之 担任全世界 这么重要机构的 一个主席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在他手上的处理 我其实说真的 我不觉得欧美国家的人 一定可以处理的更好 没错 对 所以 这也让我觉得说 包括我们刚提到 像伊索比亚 包括我自己去的是 那个奈吉利亚 奈吉利亚 奈吉利亚 非洲大概 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对 13亿 14亿人 他本身就在 1.7亿人 然后 也是我们开玩笑讲说 我觉得他们 搞不好他们政府 也不知道他们国家多少人 这个是普遍 是新兴的 这个新兴市场国家的 一个特征之一 发展非常快 那他的资源也非常丰富 他的 应该这样讲 我们会用英文字 energetic去形容 你实际看到那种感觉 充满活力的 对 那有些人觉得 这很混乱 我就是希望像台湾这样 街道干净 然后整洁 人民手里有秩序 到那个地方 我说你如果去过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叫狼姓 非洲真的是丛领 但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向往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舞台的人 对啊 他就是有很 很大的上升空间 对 是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 一个值得去考虑的地方 而且说真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 有些人跟我说 you are white 我说 我是没有黄种人 他说没有 在他们只有黑人 跟不是黑人 原来他还是有很多 那种很守旧的 你是外来的 你就殖民者 你表现的比我们高 比我们有钱 这种东西 你多付点钱 就应该 其实有点像 三四十年前 台湾人刚去中国大陆那种感觉 但是你也不用觉得你很优越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很local的东西 人家懂 我们搞不好不懂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 前几年讲区块链 很红 但是大家好像除了草币 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应用 有一个国家叫狮子山 共和国 Serie Leone 他在上一次选举 2018吧 是设了大概200多个数位投开票所 用区块链让你投票 这个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区块链本来就很适合 适合用来 他的一些特性 资安的部分 去中心的部分 那你说他算力不够 他又不是及时要反映投票结果 他是最后才开票的 所以你让他算完再开票就好了 在台湾我们说18年 我们还在一边投票 一边开票 开到半夜 然后后来还公投讨论说 以后到底公投可不可以绑大 我们还讨论这种事情 这像一个台湾的 在国际上标榜是科技跟民主 我们狮子山都用区块链的投票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认真 现在不是人手一击吗 甚至很多人不止一击吗 完全这种东西可以去绑上去 你的身份去做这事情 作为一个全世界领先的表率 再把这个技术卖到国外去 你看多好 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该做的事 讨论什么 要不要绑大选 这是 我觉得这个很多 还真的蛮值得学习 在我们现场的是 Mijob跨境猎人才平台的CEO 也是创办人 林长玉 林长玉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你很健谈 谢谢 其实当你放松线条之后 我我觉得你侃侃而谈的时候 我觉得谈得非常好 好 那这本书呢 因为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了 我挑的这本书 纯粹就是因为他在谈非洲 2030年在世界经济中心在非洲 前几个字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就非洲越来越重要 它是必然的 全球的经济 某些方面来讲 他在去中心化 就是已经不再是有一个国家 可以像美国 上个世纪的50年代 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全球GDP的一半 所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全世界的人才都往美国跑 美国就就是天堂的代表 今天美国的美国的经济没有 没有百分之五十 大概大概百分之二十几 当然那个比重的也还是很高 但是呢 在去中心化的过程当中 第二个呢 在因为他有了竞争 对对手中国大陆的崛起 如果你光看中国大陆 可能已经很大 但是我认为光光把中美做对比 可能是太单调的 中国加东盟 如果跟美国做个对比 从经济比较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比较合理 东盟东盟现在跟中国在经济上面的一体化 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的情况下面来讲呢 就是说接下去下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就是拉美跟非洲 拉美的情况 其实一直都不理想 当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时候 他的邻国其实表现都不好 他的邻国都越来越越越穷 中南美洲的国家 除了逃难当移民之外 并没有什么好处 而非洲呢 在在中国崛起的过 中国非常重重视非洲 所以非洲现在的崛起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撇开中国以外 非洲本身的机遇如何 是大家的需要去认识的 现在去非洲机会很多 但是你起码要认识 因为他有资源 他有很好的人口红利 只要他的经济呢 慢慢的上来之后 就像是伊索皮亚 现在已经是金砖国 金砖体系的成员员 那表示他的经济真的是不错 那更不要说呢 刚刚刚讲的像是奈吉利亚 或者传统的南非埃及 虽然不怎么样 不过基本上面也还像个样子了 来进广告回头聊 好的 欢迎到飞飞的莫飞的早餐 那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那借着这本书 2030年世界经济中心在在这非洲 我建议大家可以可以认识一下非洲 因为非洲真的跟上呃 刚刚讲的伊索皮亚 因为过去二十年 伊索皮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他除了是东非大国 而且俨然就就是呢 非洲尤其是东非经经济的重心 虽然他失去了出海口 那也还是有有有些呢 边境的问题 可是当现在呢 整个中东的情势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呢 非非洲的东东非的地位呢 也就更凸显 再加上其实在在东非洲 东非洲你少想到郑和下溪啊 最最远就到这这里 在这里呢 其实他本来就还是有一些呢 华人文化的华人经济的根 在这个地方 中国都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经济 中国人在在非洲 起码百万以上 好所以认识非洲呢 对下个阶段的全球经济来讲 是基本功之一 那我去继续呢 来透过呢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临场域 meet job的这个就说呢 CEO跟创创办人 那从台湾人的角度 因为因为你在台湾生活 你很清楚台湾人的世界观 其实其实是有偏向性的 台台湾人该如何去认识下个阶段的非洲 我觉得因为刚我们在谈的作者的时候 其实我注意到他的背景是那个Culture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冒写 韩国外贸经济政卿协会 这个他有点像他冒写 可是Culture去做蛮多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韩国人一直都知道 因为他的虽然他的市场规模 大概是台湾的两倍 国内市场规模大概是台湾的 但是他也知道说 反正就是这么大而已 他早晚就是得要往外 对他的人口也台湾两倍了 而且基本上他民族性也从来就是知道 要怎么跟大国 再来就是大市场 人家的大公司去递有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其实包括像三星也好 或民间的企业或是政府也好 Culture在李明博的时代 很久以前 是我们的是马英九时代的事情 他们在那个时代 你是各位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就已经 他有一个计划叫K-Move Korean Move 送韩国年轻人出外去找工作 去找工作 OK 然后还组织这样的韩国人在海外的社群 去分享他身边的工作机会 去分享他工作的心得 是用经济移民 这个这样去做以后 这个韩国的企业 因为你要看三星也好 Kia也好 或者是LG也好 他去全世界各地工程掠地 为什么 他去到哪里 他都有懂当地市场的韩国人可以用 我觉得这个是 哇这个真的是 远见 而且布局已久 我们必须这样说 当我们 有时候觉得台湾人 我们一直说 我们要跟韩国比 我们把韩国当对手 韩国人从来也没把你当对手 韩国一直都觉得 他对手是日本 然后他就是想办 想方设法要把 他瞄准的就是 日本企业做什么 我就做比他更便宜更好 我就打他市场 然后我去到哪里都懂那个市场的人 那相较之下 你去比较 日本企业好像真的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还真的是被韩国打得蛮惨的 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国内市场就很多 对日本现在很多国内市场就够了 我也不想管你国外怎么样 然后做的怎么样再说 反正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特别是作者本身待过Coltra 我就觉得可以透过李鸿军老师 他们这样的一个 他不是为了写这本书才去研究非洲 不是他是人家是因为Coltra的关系在非洲待了很久 你今天他是一个你问他说非洲哪个国家 或是我需要怎么非洲哪个产业 哪个市场哪个哪一种人才 他马上可以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可能台湾 我们可能得去想想说 因为我们 其实我说真的台湾人不要忘记自己 这是在我们血缘里的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台湾 台湾今天只要是人 都是汉人 基本上你从大陆来的 不是不同时间而已 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什么 都是冒险家 他就不想只甘于待在大陆 做一个小小的农民也好 渔民也好 他才过来的 那你身上留的就是冒险家的协议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透过这个去看这个东西 我再举刚刚提到东非 好像时间 我觉得这个做总结蛮好的 前几年大家常常听到那个索马利亚海盗 就是东非之脚 就是那个地方 索马利亚海盗 还抓了台湾的 还抓了台湾的 然后美国派航母去脚 都不要说什么沙烏地阿拉伯 或是伊朗 美国还派航母去脚 中国也有中国战狼 吴京还拍过这个片 剿灭他们了吗 没有 那这几年你为什么很少听到 难道又是新闻没报 没有 索马利亚海盗现在干嘛 现在都转行当捕黑鱼的渔民 就是印度洋的蓝旗鱼的渔民 直接补直接卖日本 这个单价很高 从此我们不用 我们不用再抢这些游轮 干嘛 抢人职 还跟你谈判 麻烦死了 还是冒生命危险 刀口舔血过日子 不用 为什么 日本人跑去教他们 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说 那你何必去当海盗呢 你们那边就有非常好的渔业资源 那这是日本人 其实说真的 鲍鱼可能在我自己的体验的 非洲的烹饪方式 可能没有 我可能没有那么习惯 就像他们也没有想到说 这个可以卖给日本人 去当生鱼片一样 但是其实产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经济收益 那日本从这中间 你看你不但投资获利 然后找到了一个生鱼片的 鲍鱼的另外一个来源 你还搞定了世界和平的问题 对 风风险降低 我觉得这个应该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看到 包括李老师 李红军老师写这本书 我觉得台湾人看到是什么 那地方很脏很落后很贫穷 那我不要去 还是他的脏 他的落后 他的贫穷 其实是我可以投入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 因为在过去谈非洲 我我觉得大部分的出版品或者谈论 他都会从一种大国竞争了 就是地缘地缘政治的角度去去看 那比较比较缺少了非洲的经经济的视角 是那或者谈到非洲经济的时候 大部分也都是也都是从一种的国际的话 与全国际宣传的角度来讲强调中国现在在非洲 买了很多的矿矿产跟许多的国家的经营都是建立在呢 就是资源控制的基础上面 但实际上面来来讲 他到底在非洲发挥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 非洲现在的样子 全全非洲还是有很多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新时期时代晚期 是有的 但是他也有一些呢 其实已经越来越先进的 可以能够呢 达到呢 达到西方国家的二三线城城市水水平的也是有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他将发展落落差很大 因此他的动能呢 是很强的 最终他人口红利很高 好这些呢 都有助于呢 我们重新认识非洲 不管你是做生意的角度 或者纯粹做你知识储备的角度 这本书2030世界经济中心 在非洲并不是告诉你 非洲在五年呢 就会大方异彩 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可是从我们过去认识的 譬如我们现在 现在唯一的 唯一的这个邦交国 以前的这个史瓦基兰 你现在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就是一个球 球长选非 非子选非 都还是都还不穿衣服的 你都还停留在那 你就 如果这是你的非洲的认识 那那恐怕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偏差就非常非常大了 好 今天呢 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 为大家的导读这本书的 那me job 这个跨境劣财平台的 CEO也是创办人 林长玉 感谢长玉 谢谢 谢谢 向文大哥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书大家自己找来看广告 回头做新闻 我们下宣偷的作品 我们下宣偷的作品